星期日,搞新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又到我們學習的時間 看到這隻鍋當然是煮東西 一定要開鍋的 今天會煮甚麼呢? 我會煮一個,近期在台灣 人家都很喜歡吃 但我在香港也沒試過煮過 試一下,學一下煮得好 大家認識一下 我去台灣吃過了,很好吃 我會煮雞 台灣人,煮雞就最擅長了 出到夜市,不是雞就魷魚了 雞吧 我這樣用了雞腿肉 我只是雪藏雞腿肉 舍了剪後,用鹽黃 小袖,三份,醃一醃 放些花雕 這裡大概一茶匙,花雕 然後放些薑 金筍片,蒜頭,九層塔 最重要是花雕 用比較好的古月龍山 這裡大概是三湯匙的花雕 我們看看怎樣煮 煮甚麼也好,燒熱油鑊 先用鹽黃色鑊 如果你想不這樣煮的話 它會煮乾淨才會煮到油 當然要下油 油也不用太多,放些鑊 放些薑片 放些薑片 我們先進去煮 先把鑊肉煮熟 是嗎 我全部把蝦皮放在下 煮熟 好,如是者要放些雞腿肉 進去煮熟 蝦皮向下,用一個中火 慢慢煎 先把薑片煮熟 這樣煮熟 煮熟 应该均匀要瘦着它, 可以收一下它, 好吗? 一用逼它, 将它下去好处, 好吗? 鸡翅之后, 放入鸡翅之后, 放入鸡翅之后, 好吗? 它煎完皮, 翻翻它, 浓滑它, 然后浓滑它, 鸡翅之后, 我们用鸡腿肉, 吃下去, 这种感觉会好一点, 因为鸡腿肉比较健碩, 也不需要鸡胸的腋, 这个时候, 我会放蒜头, 放蒜头, 把麵線倒進去 把麵線倒進去 ит麵線倒進去 放一點好味道 我一直散開 在這個過程比勞帶 用薑油炒一下 把麵線倒進去 放入羊肠,放入羊肠,放入羊肠, 放入羊肠,放入羊肠, 放入羊肠, 放入羊肠,放入羊肠, 先炒入鱼 放一些芝士,不要太阻碎 放入鱼肉 第三些鱼汁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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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3-4分钟后 大家不要看到 我完全没有加水 这个菜是同样的 所以没有加水 这些是刚才的花椒 放入鱼汁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鱼肉 放入鱼肉 然后把它放入鱼肉 不要买鱼肉 放入鱼肉 最重要的是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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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牛肉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再放入豬油 放入山菜、老抽 再放入炒 盛起十度 先用它去 重點是不要加水 因為煎酒已經炒到煎酒的香味 至於上菜方面 家人都齊了,我看到鍋子上會響起來 今晚才有煎酒 我自己今天就要放 用碟子上,吃2個鍋子 家人不是這樣 熱了鍋子之後,將鍋子放進去 再放一手陣子下去 在鍋子上打開 再放一邊香氣成這樣 好,現在可以了 大家看到的汁 收拾一下 切開的時候 把酒瓶盆放在這裡 以後就已經關火了 這個酒層盒不是一樣的 這個香肚不是很瘦 我一預熱散發出來的香味是最香的 我用一個花椒雞 我用這個上菜 一個咖喱物味的花椒雞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做這個菜 我試一下自己 大家和我在台灣吃 味道有沒有分別 雞肉很滑 充滿花椒酒的甜香味 很濃 希望大家和我一樣 可以吸收多些信息去學習 不用這麼重要 我可以集到廚房去看看 那個天使是怎樣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個花椒雞 好,記住! 再見!